好 我想命理大师 跟我们说要预选 完了 好 之前我也有去给人推 他就说你应该多来推 因为下面已经有结块了 你就要很用力的去摸你的 就这个基本到了骨头的位置 它里边如果有硬一点 一定一粒的那种 就是证明你的乳腺有问题 就是不通顺 所以你要经常去推才好 嗯 好想试试看 真的你一较早晚 然后非常乖的去做这些东西 是真的有效的 对 潘医师 嗯 这个乳房的按摩 这个是科学证明 确实是对乳房的保健是有效果的 嗯 那么乳房的话 作为女同志吧 应该是经常定期 要去做乳房的检查 嗯 因为现在乳房的话 乳腺癌的发病率 确实比较高 嗯 所以这个长期 呃 乳腺按摩的话 是有助于 这个减少这个乳腺癌的发病 对于女性而言 乳腺癌可说是最普遍的疾病之一 所以为了健康 女性朋友一定要定期对乳腺健康进行检查 轻轻慢慢 不可以忽视自己的保卫哦 难怪人家说要检查 那个乳癌的时候 就是要用按的 他是 手手掌去 嗯 去感受 对去感受他有没有单独的包块 啊 正常的乳房应该没有单独的包块 哎说实在 我真的没有摸过别人的胸部 没有吗 女生的 没有还蛮常摸人家的 哈哈 我真的没有摸过别人的 我真的没有摸过别人的 我以前觉得手感应该会蛮好 但是我不太敢 就是 手感还不错 去 就是这样做而已 真的吗 对啊 我也不敢这样 我可能会堆移他这样子 那我们两个女生 不用了 不用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更丰满的女生 嗯 其实很多明星啊 他们都去参与了这个 分红时代的活动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好像是为了抗乳癌 就是因为乳腺癌的活动 对 要防止 就是要呼吁大家要去做这些检查 嗯 然后每一个明星呢 都是以全裸的方式 对 来呼吁 全裸入住 是啊 我倒觉得这种还蛮有意义 蛮健康的 对 本红时代乳腺癌防治活动 是一场关于乳房的运动 更是人们对健康和美丽的追求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爱心和时尚 女性朋友们一定要积极参与哦 现在是有跟我们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磁激素的管理 磁激素管理 嗯 这个 医学说明哈 这个乳腺癌的发病呢 往往是女性的磁激素水平的一个 稳乱造成的 哦 那么它磁激素的紊乱的话呢 我们看 在图版上我们看到了 实际上跟以下五点 还是有比较密切相关的 嗯 当然了它还有一个就是遗传因素 也有一定的就是讲如果是母亲的话 咳了乳腺癌的话 那么作为女儿的话 我想应该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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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